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图 你吓死我了 小屁屁 我就逗你玩玩 你在想什么呀 那么认真 我在想你上次给我看的那个黑影 嗨 不用想了 来 给你看 它的名字叫香柳 是一个很可怕的怪物 怪物 那它干了很多坏事吗 哼 没错 嘿嘿 小屁屁 你想不想知道最后是谁除掉了香柳呀 看我的 我这就去找答案 诶 那位百姓好像在逃难呀 诶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整个村子全毁了 都是可恶的香柳干的 它经过的地方都变成了沼泽 村里的庄稼全死了 连杂草都长不了 村民们想喝点水 可是沼泽里面的水又辣又苦 人和动物喝了都会死掉 香柳 哦 就是那个酒头怪物 就是它 天哪 能不能派个人来灭掉这个怪物呀 你们知道香柳在哪里吗 啊 你 你是大鱼 太好了 大鱼来救我们了 大英雄来了 请您帮帮我们 香柳应该还在我们村子附近 我这就去找他 呀 这个人叫做大鱼 难道他就是除掉香柳的人吗 我们跟着去看看 快看 那个怪物应该就是香柳 它长着长长的蛇身 还有九个脑袋呢 好可怕 哎呀 糟了 香柳在故意破坏河堤 大水把农田都毁了 香柳 住手 你少管闲事 不然我一口把你吃掉 我好不容易把河道疏通 将洪水引到了大海 但你故意破坏河堤 又造成洪水灾害 伤害百姓 香柳 我绝对饶不了你 来来来 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哇 大鱼将香柳打败了 哎呀 香柳的身体里流出了黑色的液体 嗯 好臭好臭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糟了 这些液体把好好的土地都毁坏了 大鱼想用泥土将这些黑色的液体埋起来 可是根本不管哟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据说呀 后来大鱼挖了一个池子 让这些黑色的液体都流到了池子里去 然后他就用挖出来的泥土 建造了几座 聚集了众神力量的地台 就这样 终于把香柳的邪恶力量给镇压住了 哎 小皮皮 谁惹你生气了 哼 是香柳 他真是个大坏蛋 小皮皮 那你教训他了吗 我可教训不了他 不过呀 大鱼把它除掉了 从此之后 香柳再也不能干坏事了 哼 小皮皮 不错哦 你还是挺聪明的嘛 嘿嘿嘿 那是当然 嘿 先别得意 你的下一个任务来咯 他的名字叫丹珠 围棋啊 下得可好了 想知道他的故事啊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